美军要在亚太部署中程导弹 试图威慑中国 中国早已领先一个时代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来观点 近日 据日本媒体报道 美国军方计划在明年 在亚太地区部署入击中程导弹 这将是自冷战以后 也就是美国四会中导跳跃以来 美国首次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美国太平洋陆军发言人酸称 美陆军考虑部署的武器包括 陆级版本的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导弹的射程在500公里到2000T百公里之间 据日媒分体 美国部署陆级中程导弹的主要地点 可能是在关岛的军事基地 如此部署就是为了方便 为美军在太平洋的行动登天助力 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的目的 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那就是威慑中国 以威胁自己所谓的视觉霸权的尊严 现在美国更是不装也不掩饰了 直接妄图拦置我们的台海地区 美陆军为什么要这么大张旗鼓地宣扬呢 其罪翁之意可不在这款武器 毕竟战俘作为亚因素巡航导弹 对中国根本够不成危险 这个系统只是一个谎子 美陆军真正想在亚太地区部署的是高潮音速导弹 暗营 暗营是美军志在必得的项目 据称它的时速可以高达3800公里 能够精准打击2700公里以外的目标 美国媒体曾经肆意炒作 直接将暗营定义为中国噩梦 大肆酸称其可以在数分钟内从关岛发射打到中国大陆 能够完善覆盖台岛 美国陆军希望 暗营能够融入分布时沙上量作为威胁解放军的重要节点 美国的中程导弹计划真的会如同美国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吗 显然是不能的 首先我们的实力够硬根本不会拿美国的计划当回事 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基本上和我们中国是同时起步 它的成绩还曾经一度领先 最后却被我们中国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似乎现在已经是输掉了一个时代 如今美国军还想用还没有试射成功的高超音速导弹来威慑中国 那简直是迟能说梦 更何况在美国加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中国的东风系列也不会停下田地的脚步 只会更定一步遥遥领天 其次美国海陆空三军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都十分拉垮 海军和空军的颜值尚能勉强定性试射 而陆军连基本试射都无法爆炸 看来只能是在梦里展望未来 此外 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美国的爪总算是长脑子了 看事情误 日本和菲律宾知道 一旦中美在关岛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他们就会被优先冲击 到那个时候 美国自顾都不想 根本就不会再管他们这些小鱼小瞎的死亡了 说不定呢 还会拿他们当脱身的替对样 如此一想明白 日非就不愿意再接纳美国新派驻的军事力量 一直以来呢 美国想威慑中共 也一直有所行动 但是尽靠一两款不称气候的中程导弹 以及试射一再退制的高超音速导弹 放到实力日渐攀升 军武水平中间成熟的中国面前 着实呢 是有些丢人现有 毫无疑问 美国在亚太地区不输导弹的行径 必定会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巨大的危险 届时 美国一定会遭到相关国家的强烈反制 多行不义必自闭 美国中将自食其恶国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